黎明稿和宋慧桥都是一流的,仅仅一张照片就收获了200万个赞。 最近Harper's Bazar Hong Kong中国7月刊正式公布了封面人物是宋慧桥。 虽然只是发布了几张照片,但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 因为这位美丽的女士超过40岁的容貌非常出色。 而黎明稿在个人页面上分享了一系列他自己站在无数花束、气球和礼物中庆祝自己迈入新的年龄的照片。 黎明稿这位男星的帖子在发布后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天崩地裂的互动。 截至目前,黎明稿庆祝生日的帖子在Instagram上已经超过了500万个赞, 还有超过200万个赞,无数条在Facebook上祝贺生日的评论。 关于这个主题的论坛也在网络上热议。 在照片中,宋慧乔身着Charmit高级珠宝, 这个品牌是由这位美女担任全球形象代言人。 穿戴着豪华的珠宝,宋慧乔被称赞为一位光彩照人,如女王般的气质。 从20岁进入娱乐圈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宋慧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热度。 自从出道以来,宋慧乔以清纯、纯洁的美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天真已经被迷人、女性化和充满魅力的美貌所取代。 40岁的宋慧乔仍然拥有年轻时的美丽线条, 同时还融入了更加稳重和成熟的元素。 在《辉煌之光》的成功之后,宋慧乔正在考虑新的电影剧本,以回馈他的粉丝们。 黎明稿和宋慧乔都是韩国最具知名度的明星之一。 他们各自在演艺界拥有非凡的成就和出色的演技,成为了韩流的代表人物。 黎明稿以其英俊俊朗的外貌和多才多艺的演技而受到全球观众的热爱。 他在《星际恋人》、《城市恋人》和《韩剧夫妇》等众多热门剧集中的精彩表现, 让他获得了众多荣誉和奖项。 他的魅力和演技使他成为国际影视界备受瞩目的巨星。 而宋慧乔则以他的美貌和出色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在《太阳的后裔》和《全智贤》等热门韩剧中的精湛演技让他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明星。 他优雅的气质和深情的演绎让人们对他无法抗拒。 无论是黎明稿还是宋慧乔, 他们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的工作态度, 成为了韩国娱乐界的顶尖人物。 他们的成功不仅彰显了他们个人的才华, 也代表了韩国娱乐业的辉煌成就。 无论走到哪里, 他们的名字都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彰显出了他们的世界级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